9月17日正值中秋佳节 一场别开生命的天涯共词时 台湾学生中秋茶话会 在华侨大学泉州校区举办 数十位台湾学生共取一堂 欢度中秋 在当晚的茶话会上 台湾学子们薄饼 赏乐 饮茶 广看舞师 提现木偶等特色表演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增进友谊 有些学生还现场与家人视频连线 共享别样的团圆时刻 来自台湾云林的蔡逸佩 蔡逸臻姐妹 虽身处异乡求学 但茶话会的暖心气氛 冲淡了他们对家人的思念 应该算是我第一次跟同学一起过 就是感觉就是 我是一个很想家的人 就缓解了我很多想家那种感觉 然后还觉得非常有趣 之前过中秋就跟家一起过 然后就是一起赏乐吃乐饼 这样的 今年在泉州跟在学校跟老师同学起过 还是有不同 所以还有这么多节目可以看 还有一期可以玩游戏什么的 当天华侨大学还精心筹备了中秋传统文化体验活动 为境内外学生搭建起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 学生们一同制作乐饼体验手工花灯 现场气氛热烈而温馨 因为毕竟是中国的节日嘛 虽然可能就是像我们华人过得多 但也仅限于就是赏乐吃乐饼这样 但是在国内可以感受到更多不同的东西 可以像这样跟大家一起做花灯啊 也可以参与乐饼的这个制作过程啊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著名华侨高等学府之一 华侨大学建校六十多年来 累计培养各类人才二十六万余民 成为中国招收和培养港澳台地区 及海外学生最多的大学之一